它里头呢 我们把它拆解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在讲 个人消费者的交易效率 第二个在讲生产上面的效率 第三个在讲全面的效率 柏睿图效率我们更精准的 更精密的去把它拆解 只要这三个同时符合 我们就叫做柏拉图效率 柏睿图 有时候我们会 会叫做柏睿图 PO也可以 柏睿图效率或柏睿图的最适都可以 柏睿图的最适准则都可以 它代表里面组成因子 有三个面向 交易效率 生产效率 以及全面效率 这三个效率同时拿成 哇哦那真的是最完美的 定界叫柏睿图 最适 柏睿图的效率都可以 请 好 那我们一一来谈 好来谈 先来谈交易效率 何谈交易效率 好要讲交易效率之前呢 我们要先经济体 要先知道这故事主軸里面有谁 好你先看 交易效率假设里头 他说啊这经济体有两个人 等一下 好 就A两个人 A跟B 好 在那个Rosen Rosen是现在很多大学 只要有上财政学Rosen 这本教科书 好 所以在座有投学要考研的 那个 好 他们大部分 就是原文书 财政学 好 他都会用这本书 好 就是如果像 政大呀 北大这些 好 那如果是其他的 好 像中字辈的 好 你写大概就是用我讲的 有个叫许伟初 这两本财政学 好 其实目前就只有 基本上你要考好 把这两本念熟就好 好 因为老师上个礼拜才知道 我们班上 我忘记 有考研的 还有一些工精 不过无所谓 反正 就跟你听 那Rosen他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国际级的 学业出只能卖台湾而已 说真的卖不到国际 那Rosen在讲交易销率的时候 他说 反正呢 这里头呢 就是一个伊甸园 就伊甸园 有A B A就是亚当 B就是夏娃 就是他们两个 没有其他人了 然后呢 来 经济体有两种材货 X材跟Y材 分别是什么 你知道吗 伊甸园只有苹果 跟无花果 他的故事是这样 就这样 好 然后呢 来 他们的交易 就是呢 这个伊甸园里头呢 苹果树 果树 就是以生俱来 就在那 好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叫 丙富的经济体 他一开始 从亚当夏娃一出生 就在那了 好 然后呢 就会结苹果跟无花果 然后亚当夏娃各自去拾取苹果跟无花果 这样子 好 遇到对方 再来做乙物乙物的交易 就是我看到你 你看到我 OK 我们来交换 这种交易 好 然后呢 这边里头来 有丙富 就请问一下 伊甸园的 苹果跟无花果的数量多少呢 好 跟你说 这是苹果的总量 这是无花果的总量 好 固定 比方说 等一下我例子里会举例 一共有15颗的苹果 然后一共有 10颗的无花果 然后 亚当跟夏娃 通通要把它拿光光 好 比方说亚当拿5 夏娃拿10 好 这是苹果 那另外呢 无花果的话呢 他各自拿8跟2 记得 好 这丙富经济体 就是 这个无花果的苹果呢 就被他们拿光了 都捡光了 都捡光了 这样可以 好 啊 捡光了 然后他开始向左走向右走某天 终于遇到了 好 那这时候呢 看到对方当然 好 先交换一下 欸 我觉得 亚当说 亚当说 我拿的苹果好像有点太少了 你知道我男生嘛 总是要多吃一点嘛 啊 夏娃 夏娃说 对啦 我苹果好像拿太多了 所以 嗯 我可能跟你交换一下 好 然后呢 那个无花果是干嘛 无花果是拿来做衣服 夏娃说 我才拿两颗无花果衣服实在不够做的遮住身体 你拿那么多来给我们来交换 好 类似这样 就碰到了以后了 我们就拿东西 以物以物 好 类似这样 所以同学 来 注意里面有两个人 两个柴火 啊 记得 这个柴火的丙付 就是 丙付意思说 他既定的数量是多少 是给定的 记得 亚当跟夏娃两个人都要把它拿光 好 拿光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 叫 埃及沃斯箱形图 好 来 你可以翻到隔夜 你看到这个埃及沃斯箱形图 他真的长得跟箱子一样 你看 我们的图 基本上不会没事把它绑死 什么叫绑死 以前文化工序的图 没有框死 有没有 类似就横重轴 可以一直往上往右延伸 对不对 但你看这个图画起来 有框死 有被框死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的横轴 我先告诉你 这横轴代表的是X bar 有15个苹果 Y轴 有10个无花果 这件事情是固定的 给定的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在这个情况 苹果最多都15颗啦 我最多都10颗就这样 所以你看把它框死 OK 然后紧接着你们学到的 我们接下来干嘛 好来 就是 你看 亚当对X 对不起 那都苹果嘛 亚当对无花果 这个是夏娃 好 你看两个柴或XY嘛 我接下放是什么 无意曲线 然后把它画上去 好 一个比较斗 然后一个比较平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记得 这个是亚当的圆点 这个是夏娃的圆点 好 来 我们现在来处理 我们先把亚当画过来 假设亚当的圆点 我要画在这里 OA 好 然后夏娃的圆点 我用红色女生嘛 我这边用圆点要在这 好哦 那同学记得 这个简单 我们就把亚当的无意曲线放过来就好了 放过来 好 好 我们就把它画过来 你看 记得 越往右边这里去 亚当顶多只能拿到15颗 全部给要嘛就是0 要嘛到15 对不对 好 啊 然后呢 要最高 它也只能拿10颗的Y 最低就是0 对不对 好 然后同样 来 你记得 那夏娃画过来 它的圆点在这 所以你要把这个图 转移下的圆点 转到这里来 所以越往左边是代表 代表夏娃拿越多的X 越往下面代表夏娃拿越多的Y 这样可以 好 然后 假设他们刚刚一开始来 我们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无意曲线画起来 先把 亚当的画在这 好 假设在UA0 然后夏娃的 记得 夏娃的圆点在这 所以它的无意曲线要长这样 好 U0B 好 我刚刚一开始假设呢 不是说 来 先把它涂黑黑的 这一点 叫做1点 OK 这一点呢 来把它往上往下对 首先 我们就可以来解释 你看 这个1点呢 对在亚当的这个无意曲线上 代表给它效用 U0A 然后呢 它拾取 你看 亚当是不是拿了5个X 对不对 然后拿了8个Y 对不对 可以 所以从圆点过来 这1点往下对 这个1点就是亚当 为有5个X 8个Y 好 好 那夏娃呢 因为经济体就这么多嘛 所以亚当已经拿了5个 剩下来 夏娃圆点怎么没过来 它拿到剩下来的10个苹果 10加5 刚要等于15嘛 然后因为亚当拿了8 所以夏娃只能减掉剩余的2 有没有看到 就同学记得 在这个爱极沃斯相形图里 框死了 它有个特质 随便一点 往上往左 就代表说 左边这是A 它的原点 这边是B的原点 任一点都代表 它们两个人都把XY拿走 而且拿光光 拿光光 因为他们加种起来的长度 横重怎么被框死的 这10档位 亚当拿走了 剩下就夏娃嘛 那5档位亚当拿走 剩下就夏娃 一定会 任一点都是哦 我只是刚好举例 一开始点在1点 这样可以吗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 其实 他们各自拾取的这个1点 他们满意吗 满意吗 我们要讲满意吗 好满意吗 满意这件事呢 当然你看到这一条 这边只有无意曲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什么 我这边画 不能往下玩 画的有点太夸张 等我一下 好 这样子 调整一下 好 满不满意 现在只有无意曲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反正无意曲线的邪律 背后有经济意涵的嘛 主观的偏好程度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件事 我们把白色的 这是亚当的无意曲线 先切在1点 我们算一下 它在1点的 无意曲线的邪律是ms 看一下它 好 A 亚当的ms 然后呢 下挖的 我们也把它切过去 好来 我们来解读这个意涵 像目前1点 他们满意吗 满不满意 要看他们的无意曲线的邪律 所以我们把ms 注意下标是x 因为横轴是x 纵轴是y 所以先写 这是A的 另外一个是 下挖的 这是B的 告诉我哪一个比较陡 白虚线还是红虚线 哪个比较陡 应该是白虚线比较陡 对不对 好 所以白虚线是谁 亚当的 亚当的mi是比较大嘛 下挖比较小嘛 比较平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们还记得吗 无意曲线的抖平代表 比较陡 我们先用你们比较熟的 比较陡是代表 比较喜欢横轴 还是比较喜欢纵轴的商品啊 比较陡 比较喜欢横轴的x 还是纵轴的y 比较喜欢横轴对不对 因为比较陡是代表 他愿意牺牲很多的y 来换取一点点的x 我们用牺牲的主观 所以比较陡 你可以这样 这其实你从这里看 就是说 哦 这样子a 亚当其实x跟y 对他来讲 他相对比较喜欢 教爱 这样 对不对 那 下挖它是比较平 无意曲线比较平 比较平代表什么 相对 如果两个他都爱 但是让他一比的时候 他是相对比较喜欢纵轴的y 因为他不舍得牺牲y 对不对 所以呢 b 好 那所以你可以这样 去看它 那事实上同学 也可以用mrs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边际效用的相处 记得 mxxy就是mus除muy上标a亚当的 这个呢 这个是下挖的 这样也可以解读 这样也可以解读 一个从写率 一个从边际效用 好 这比较大代表什么 就是分子比较大分母小 类似这样 好 意思是说 今天给亚当 每多消费一单位s 这是什么 mu就是增加的效用嘛 好 在分子的话 亚当只要多消费一单位的s 他的效用增幅 是比较大的 同样给亚当消费一单位的y 他效用增幅相对小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来这里 好 就是对亚当来讲 s相对y的边际效用s比较大 也就是说 他简单来看 就是同样增加消费一单位的s或y 他其实s增加效用幅度是大 所以呢 这里告诉他 他比较喜欢x咯 好 那这里呢 比较值是小的 你可以想说 可能分母比较大 分子比较小 才有可能算出比较小 好 效用来讲是怎样 今天告诉你 同样给他一单位的x或y 增加效用 s增加效用相对小 然后y增加效用相对大 所以对b来讲 他是相对喜欢y的 这样可以 好 所以简单来说 目前1点 对他的两个来讲是怎样 在这个1点 这1点下 亚当用5 5单位的苹果 8单位的胡花果 以及下挖10单位的苹果 2单位的胡花果 目前来说的话 亚当还是比较喜欢苹果 下挖还是比较喜欢五花果 所以两个人遇到了 两个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 我喜欢跟你喜欢不一样 太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交易一下 交换一下 这样子 所以你看看来 这要怎么做 A比较喜欢X 所以他会希望怎么样 XA 要多一点 他才会开心嘛 他目前比较喜欢X嘛 所以给他的X要多一点 下挖呢 下挖是比较喜欢 歪了 所以我希望下挖 希望YB多一点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遇到彼此了 我们就要来做 以物以物交换交易 怎么交易 我希望 亚当遇到下挖 我喜欢苹果 你比较喜欢五花果 好好好 这样走 你用你的五花果 跟我换苹果 反正就是 我 你就是 我要苹果啦 啊 你就多给我苹果 我给你五花果 所以来了 怎么做 给他 亚当就用五花果 减少五花果 然后呢 给夏娃 啊夏娃呢 反正夏娃喜欢五花果嘛 反正我苹果给你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在干嘛 做交易了 看到没有 亚当希望有多一点的X 夏娃希望有多一点的Y 两个遇到了 可以换了 怎么换 亚当呢 就拿他的五花果 他拿Y材 他把Y给夏娃 夏娃把他的X给亚当 就交易了嘛 遇到了 好 那你看 我们怎么调整 在这个图里面 一点 你看一下 往哪个方向走啊 一点在这 来你看哦 XA增加 跟YA减少 往哪个方向 注意 XA增加 XA增加 应该往这边去 对不对 然后 YA减少 就是要往 好 就是我在画在这里 SA增加 对亚当 AX要增加往右边 Y要减少 往下面 这Y要减少 所以简单说 往右下方去走 往右下方 右下方 好 那你看一下 夏娃呢 夏娃希望 SB减少 来一点 夏娃从这里出发 他希望 他希望X减少 SB减少 所以他本来实际往右边走 一样往右边走 比较少的X 然后要比较多的Y 他的Y要多 一定要往下面走 对不对 因为原点在这里 所以也是往右下方去移动 好 他们遇到彼此 他们就第一次先来换一下 往右下方 假设先让往这边来好了 先给他们移到这里 右下方去走 不要那么快到 比较多到F点 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好 可以吗 好 好了 我们往右下方咯 两个换一次咯 换了一次 这个时候请来 我们就是一个平面上 有一点一定有无意曲线通过他 所以你看一下 夏娃的 你给他平行的 画上来 好 亚当你也给他平行的画上去 同学我们看到 两个人怎么样 跑到这里F点 往右下方去 夏娃的无意曲线 往左下移 他就记得他的原点在这 所以往这个方向去 是变得比较开心哦 那亚当你要换他原点在这 所以他往右上方 他变得比较开心 OK 他们换了一次 两个都变好了 变开心了 有没有 看到没有 都变开心了 变得比之前效用更高 好 那你先看一下 换了以后会影响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就来谈 好 这里把它涂掉 好 你看咯 我们来讲 你看 请问XA增加 对边际相用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样会影响到MU吧 MUXA 对不对 好 这个会影响 好 来 我们先这边写在旁边好了 这会影响MUYA 好 先讲 亚当握有更多的X 请问他对X的边际相用会怎么样 是递减 因为边际相用递减 数量越多边际相用会滑下来 然后呢 亚当现在握有比较少的Y 边际相用会怎么样 会爬上去会上升 所以他这么一换的时候 他会反映在MUXA这里会下来 MUYA这里会上去 你看原本假设刚刚的值 亚当的这个白线的斜率是10 下挖这个红线的斜率假设是2 先这样 好 那你看我这样一动以后 你看看来 我这里呢发生了什么事 分子变得比较小 分母变得比较大 直自然然就会掉下来 就下来了 分子越小 分母越大就整个会越小嘛 好 所以这一掉下来 可能现在来到了8 来到了8 等一下我带你看 然后你看下来还没有完 好 对销外来讲 X拿更少 所以MUXB会怎么样 数量越少 边际效用就反而要往上爬 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嘛 边际效用跟数量是个反向关系 数量越多边际效用越低嘛 数量越少边际效用越高嘛 所以这个会反向 然后这个呢 这个会影响到MUBY 好 它Y尺有更多 所以它的边际效用Y会下来 好 你就会影响到楼上这 好 你看到这个上分母变高 分子 分子变高分母变小啦 好 有没有 所以整个值这样换一次以后 你看分母越小 分母分子越大 整个值就会拉高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到 这一次换的话 它的写率会上来 从2拉高来到4 来看有没有 好 我们换到F点了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切到F点 白色的 那你再看一下 黄红色的 切到F点 同学们看到斜率好像 有看到说 白线变得刚刚很陡 现在稍微平一点 A这个可能来到了8 比较平 红色本来很平 2现在上来一点来到4 好 有 因为你看这两条虚线 本来差很多 本来10跟2 现在换了以后变8跟4 写率变近了 有没有看到 写率变近了 好 所以你先看 我先举个例子 现在移到了F点 这个样子 可是来了 即使它现在移到F点 这个状态还是依然存在 刚刚10 现在还是10变成8而已 2变成4 8还是大于4 还是MASA大于MASB 所以还是 8还是大于4 简单来说 在F点的时候 亚当还是相对喜欢X 夏娃还是相对喜欢Y 再换 再换 所以这个过程一直做 做到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就一直换 一直换 换到 这里又一直下来 反正这个本来左边很大 右边很小 然后一直换 这样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到相等为止 好 一直换 一直交换 一直交易到 等于 什么叫等于 反正就往右下方去动就对了 来 我现在再往右下方到这来 好 这种课本的G点 好 然后你再看 你再把亚当的无意曲线 继续往右上去途径 好 你看他 U2A 他又进步了 好 然后呢 你再把夏娃的往左下去途径 好 又进步了 好 啊你看到G点了 这个G点这个时候 我用黄色 他们两条无意曲线 碰在一起了 斜律一样的 切到 不管你是这个黄色 切到红线 或切到白线 此时 两个斜律一样 所以这里一日换到这个就是G点 好那就是我们讲的 MS都相等了 就停下来了 这样子有没有就到这了 会不会再换 不会了 好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换到 好 你X 最后下来就是 今天对A来讲 不管多消费当于S相对外 或B叫多消费当于S相对外 他们两个增加的效用 其实已经 没有什么好调整 已经达到一样的状况 好 那我们把它称为 这叫交易效率 达成 好 所以你看到那过程里头是怎样 有没有人拿着枪指对方 请你把 拿 无花果 突出来给我 不然就把你打婚 没有两个就刚好嘛 一个人刚好比较喜欢苹果 一个比较喜欢无花果 遇到你太好了 我们两个真的不谋而合 太好 难怪我们天生一对 有没有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们就来换 换 然后在换的过程当中 都是追求自己的开心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刚刚在换的过程中 B 夏娃越来越好 越来越开心 亚当也越来越开心 对不对 所以那教育过程中 都在追求自身的快乐 越换越开心 最佳交易效率达成 同学 交易效率达成会有什么特质 就是MS会相等 MS会相等 就是两个人的无意曲线的写率会相等 好那来 达成以后我们要来回答什么 重点要回答 你们换完以后 各自要握多少的X星星跟Y星星 告诉我 刚一开始不是亚当有五个X 八个Y 目前状况不是那么好 我们透过交换 最后来到G 来我告诉你 我先不给你值 来到G点 交易效率达成 我们可以来回答 亚当要握有多少的X星星 跟多少的Y星星 加上星星哦 就对他最有利的 好 那来 下Y要握有多少SB星星 跟多少的 好 YB星星 对不对 就最后要回答什么 透过以物以物的过程 停下来的时候要回答 他们各自取得 换完以后 各自握有几颗苹果 几颗无花果 对他们两个最happy 好 这就交易效率 可以吗 好 好 那同学所以来 嗯 我看 好 我先 我看我这边文字 好 你先看34页 我等一下再会整 来 三十页第一个 记得 当M1点 你看 现在M1不等 现在先告诉1点 是A的M1比B来的大 同学你回去 给你当做练习 我们还可以试试看F点 F点在这 你可以等一下下课 或什么时候 自己试试看 他另外反过来 怎么交易 你要推一次 要推一次 好 那最后呢 反正你看 我的故事是35页 我们先从1点 左上方一开始随便拾取 1点 随便拿到的苹果 然后遇到对方来换 好 同学你看 来 你看到 1点M1A 大于M1B B无语曲线比较平 A无语曲线比较斗 简单说 B比较喜欢Y A比较喜欢S 所以因此呢 B愿意多放弃X 才来换进更多的Y 而A愿意放弃更多的Y 来换进更多的X 所以交易发生 B持有的X会减少 我就是黑板写的这个 没有 好 他透过这样的换 交换的过程 两个人的效用都往上晋升 换到什么时候停止 均衡点就是G点 这个时候还框起来 M1S等于M1S M1S A等于M1S B 这就是我们讲的交易效率达成 好 那我要用文字了 什么叫交易效率达成 好 你看我们的故事里头 在给定 我用白色 没关系 蓝色应该还行 经济的顶负有X跟Y 这么多 然后呢 好 让A B 自由 以物易物 这就是我们讲的交易 好 那我今天要在这 以商品直接互换 以物易物 直到 什么东西 直到 Max U 这就是交易效率 直到两个人的效用提到不能再高 最高最高 不能再高 G点一定是最高了 没有地方再去了 好 所以交易效率是什么 它捕捉的就是 我不管你们 你们自己遇到对方 那我们来换 换的时候都出自于自力动机 好 换的过程我们都会变开心 所以换到什么时候停下来 我们两个都到最开心的时候停下来 那请问最MustU吗 就是两个人都最开心了 最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那个条件是什么 两个人无意曲线 2码X 这边际 期待率相等 就代表他们已经换到 效用达最高了 好 效用达最高了 已经换到这个G点 已经来到最高了 不能再高了 没有其他点可以再高 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 OK 这就是交易效率 同学记得 我们在换的时候 有给定S8跟Y8 然后让他们去交易 记得 效用最高 你们超晚在讲 你们很多同学 与会碰在一起 就会忘 会搞不清楚 可以吗 效用最高了 所以所谓效用最高 我问你 请问效用最高来 那个亚当是来到U2A 效外来到U2B 请问效用最高 是不是代表两个人的效用值 一样啊 亚当一千 效外一千 是吗 换到两个效用值一样 是吗 不一定吧 对不对 他们各自有自己效用 想办法往上途径 搞不好来到这个 亚当的效用来到 超级1万 下挖才100 可是呢 他们都从原先的慢慢突进到最高了 所以记得 他这里不是效用值一样 是斜率一样 N码S一样 N码S一样 两个效用已经换到最高了 那这个效用最高不代表两个效用的值会一样 是斜率一样 我记得 斜率一样 是吗 好 这个就是交易效率很重要